台湾最常出现的路名是什么呢 中正路 第二常出现的呢 中山路 那如果是段数最多的道路呢 台湾大道 生活在台湾的朋友 一定对于这三条道路不会太陌生 甚至荧幕前的你 可能就正待在中正路 中山路或台湾大道上 但如果说到全台湾里程最长的同名道路的话 你又知道是哪一条吗 这次的影片里面 特地找出了全台湾最长的十条道路 以及两条没能路榜的遗珠之汉 就让我们打开地图来探索吧 过去台湾道路在命名上 主要由省辖市及各个乡镇负责 也因此各个乡镇 倾向把自己市区里面最繁荣的道路 取名为中正路或中山路 产生你的中正路接到我的中山路 我的中山路不是他的中山路这类现象 最著名的案例像是中永和之歌的 或者是各个乡镇彼此也会有本位主意 以启器乡镇作为名称的道路 一跨过边界之后就会投尾调换 像是桃园跟英歌边界的凤鸣地区 就会先后经过桃园的桃英路 英歌的樱桃路二段 巴德的桃英路 最后又进到英歌的樱桃路 产生的现象就是同一条路 一旦跨入不同的行政区 即便是在同一个县市里面 也还是会有不同的路名 所以说我们生活里面最熟悉的中正路跟中山路 有没有可能跨过不同行政区 还是没有更改名称 获得全国最长道路的殊荣呢 台航榜上首先出现的是第十名的张水路 全长28.4公里 不过头尾都在彰化县境内 并没有跨到其他县市当中 张水路的名称由来是起点的张化 以及终点的西周乡水尾村 一共跨越了张化、西湖、皮头等七个乡镇 由于路线刚好在西部平原的中央地带 所以又有中央公路的别称 早年全线编为145线道 后续才因为台19线的出现 而分拆为台19线及145线道 而张水路的终点 更是以前影片出现过的 全国第一座收费桥梁西罗大桥 第九名同样出现在张化县 由全长29.1公里的原吉路得奖 看到这个名称 可能会想说它的两端 分别在张化县、园林镇 跟南头县的吉吉镇 但实际上从园林开始 沿着141线道 经过射头、田中 到二水转152线道 进入南头民间之后 还没碰到吉吉镇的边界 就改名为摩坑巷了 至于吉吉镇里面 也并没有任何取名为原吉路的道路 第八名的奖项 还是由张化县及南头县一起获得 全长34.6公里的张南路 起点在张化市区的北侧 沿着八卦山台地的北侧及东侧 经过芬园及南头 最后终点在民间的原吉路上 其实在张化 绝大多数的干道是以头尾两端 联络地区作为名称 像是张化跟鹿港间的张鹿鹿 圆林跟鹿港间的圆鹿鹿 二陵跟西湖间的二西鹿等等 也因此有一个说法是 在张化只要看到路名 就会知道这条路通到哪里 只不过这些道路里程 都没有前面三条来得长 所以接下来的榜单 也就不会见到他们了哦 第七名我们要离开中部 来到新北市的东南角 106县道不只是 全国最长的东西巷县道 其中经过石顶 平溪瑞芳的路段 更是全部都命名为靖安路 里程来到34.8公里 其实靖安路的名称 是在2013年才出现 原先在沿途聚落 有各自的名称 但是在新北市升格后 希望主要干道 能够整并名称 又因为十分的人口最多 表决后采用十分的 靖安吊桥作为路名 然而靖安的名称 跟其他聚落并没有太多连结 引来其他居民的严重不满 接下来又要回到中部了 第六名是位在台中市的东关路 长度至少是36.9公里 会这样说的原因是 东关路的名称 取自两端的东市及谷关 然而东侧的谷关 因为进入山区路段 所以没有明确的端点 再加上全线跟台八线 中横公路重叠 但台八线 谷关以东到德基中段多年 虽然有些地图 会把这段也标注为东关路 不过中间只有大甲西发电厂青山分厂 门牌写的也不是东关路 所以采用的是最保守的台八线037变道起点来计算 或许等到未来 中横能够全面开放 这项资料又会有所验动 第五名不知道会不会跌破大家的眼镜呢 这个名次要颁发给全台湾最蔡奇亚的中正路 至于是哪条中正路那么长 答案一样位在中部 从雾峰跟大理交界的草湖西开始 一路沿着台三线 穿过雾峰市区旧省议会 在草屯市区拐了个急弯 接上台14线 接下来往东走在大渡西的河畔 穿过国姓北山之后 到了普里镇的交界 才改名为中山路 全长来到41.6公里 堪称是中正路的扛把子 讲完了中正路 那当然也就不能错过好麻吉中山路 没错得到第四名的 就是同样非常蔡奇亚的中山路 而且也非常刚好 前面的中正路是台三线 接下来的中山路是台一线 有则将干道命名为 相同名称传统的彰化线 把大渡西开始 一路到浊水溪的台一线 纵观公路全部取为中山路 它的最南端 跟前面的第十名张水路一样 都是在西罗大桥 而不是在旁边新盖的西州大桥 至于最北端则是跨过了大渡西 沿着台一乙线 来到乌日跟台中南区的交界 全长47公里 也使得它成为全国最长的中山路 得到寄军的是苏花路 而这个路段当然就是苏花公路 不过全长只有50.3公里而已 大概是苏花公路全线的一半 原因是这个名称只有宜兰县境内使用 从苏澳市区一路沿着旧苏花公路 到宜兰花莲交界的和平溪 至于目前的台九线苏花改 则因为全线都以快速公路规格兴建 也就没有为道路命名设置门牌的需求了 亚军同样位在台九线的路廊上 是联络台北跟宜兰的北宜路 这个名称原先只有新店使用而已 后续施定、拼林以及头城 分别整并沿途的门牌 使得现在的北宜路在新北市境内切分成九段 而在宜兰县境内切分为两段 涵盖了传统认知的北宜公路全线 里程来到58.9公里 最后终于要公布冠军了 知道这条路路名的人可能不多 但是你一定听过它的名字 这个得主就是泰雅路 全长60.6公里的泰雅路 不只全线都在宜兰县的境内 从头到尾也都没有跨出大同乡的边界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最长路名 泰雅路是在2004年整并门牌后出现的 名字取自大同乡的最大族群泰雅族 这条路的北段属于台七线北恒公路 南段则是台七甲线中恒公路宜兰之线 但是更早之前是从头到尾都变列为台七线的 不过这又是段不同的故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北恒公路 为什么是基数编号这么便宜探究竟 看过10条最长路名之后 可能会有人想说 明明之前就有报道写中峰路才是最长的啊 确实在桃园新竹有不少的乡镇 有中峰路这个路名 而所谓的中峰路指的是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 整备出来的中立到丰原的内山战备道路 路线上大致是今天的台三线及113线道 也因此沿途众多乡镇直接以中峰公路作为道路的名称 不过实际上中间有不少路段是有更换成其他路名的 能够头尾接续的路段只有16.1公里 也就是从中立国中前开始一路经过平正 龙潭 一进到关西镇就马上改用聚落名牛兰河来编定门牌 即使是把中间没有正式命名的路段也正式纳路 那最南端也是到北浦市区就更名成仁爱路 总里程为42.8公里 跟第一名还是有一段不小的差距 至于另外一条遗珠之汉 则是台中的环中路 环中路的北段跟台74线共构 南段则是往东南方向 跨过大理跟雾峰的边界旁 最后跨越大杜西及猫罗西来到彰化分源 过去在台74线 为什么是马蹄形的影片里面 曾经讲过台74线最早的东端终点只有在北屯而已 事后来又整合了国道四号的计划 再转个90度往南延伸到太平雾峰 台74线的延伸段通车之后 桥下道路却因为环中路 早就已经把起点设定在原始台74线的端点上 为了避免大规模重新编列门牌 只好将东段的桥下道路 另外命名为环中东路 而两条路的里程分别为26.1跟14.6公里 也就是说如果当初能够预制到台74线东段计划的话 环中路说不定就可以用40.7公里的总里程卡到第6名的位置 这次影片跟大家分享了10条台湾最长路名的道路 其实统计方法还蛮原始的 就是自己看地图拉里程算出来的 所以说不定有其他也是非常长 但是没列入榜单的路名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且筹交流 最后也别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并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朋友知道台湾的这些超长路名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门 配到一条达的转换